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每个星期五的玩物壮志呢 我们都会为您介绍一些不同的兴趣爱好 今天我们要走出新加坡 到日本东京去看一位设计师 他对杂草是情有独钟 可能对一般人来说 这些杂草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这位喜欢观赏各式各样杂草的设计师 最爱走遍大街小巷 寻找各式各样的杂草 并且用自己的想象力赋予他们新的声音 聚精会神拍摄地上的杂草 它是三十岁的重本浸贫 它从大学开始就和杂草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修读设计的他偶然发现 虽然都是杂草 但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中的小草 有着全然不同的生长风格 有的还在周围环境的塑造下 形成有趣的画面 他观赏杂草并不是为了科学研究 身为设计师的他认为 城市中生长的杂草 是大自然和人造环境 相结合的景观 杂草千变万化的姿态 能让人尽情发挥想象力 放松身心 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 这些草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小草博士发挥想象力 他看到的是一个人 头下脚上闹挂在墙上 棺草的概念 新颖又贴近自然 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大家尊称崇本浸评为小草博士 除了设计师的工作 他在业余时间走遍日本各地 还把自己拍摄的有趣图片和棺草新则 制作成几本图册 现在他每个月都会受到 好几所学校和民众活动中心的邀请 举办城市杂草讲座 向大家讲解棺草的乐趣 他在把自己搜集的例子展示出来之后 还会带参加者一起走上街头 拍摄各式各样的杂草 参加棺草活动 可以用自己的视角 把简单的杂草拍出独一无二的故事 不管是石缝还是墙角 都能看到杂草或害羞的独处 或热闹地聚集在一起 他们也有喜怒哀乐 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幽默感 这位女生就说 这些苔藓好像是一个豆家里的三个豆子 而这个就像是超级玛丽游戏里的蘑菇 这片落叶像不像是一个面具呢 这个男生觉得自己拍的小草 好像是暗恋时害羞的心情 原本毫不起眼的杂草 也能成为一幅幅妙曲恒生的艺术作品 小草博士用自己观草十年的经验 自创了一套按照特征给杂草分类的方法 沿途观草又拍摄了有趣的图片后 把照片打印出来 分门别类 做成卡片收藏 保留这份记忆 小草博士把所观察的杂草分成十二个种类 其中比较常见的有 这种小草通常单独生长 身形迷你却也身手敏捷 它很容易和人成为朋友 也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注意它 只要找找周围的管道 说不定就会发现这样一颗小草 正在羞涩又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 这种杂草会根据周围的形状蔓延生长 形成有趣的画面 由于它们非常守规矩 性格也比较严肃 这种草和随形草虽然相似 但只在裂缝中生长 它们性格倔强 一旦发现裂缝就想要急进去 这种草通常是大草带小草 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 而每个家庭的性格都不太一样 这种草的脾气大胃口也大 经常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周围的一切都咬进嘴里 这种调皮的小草都偷偷躲在电线杆或者墙角 顶着呼吸期待路过的人能发现它 自己拍摄的杂草属于以上哪一种类型呢 在卡片中记录下这幅作品中杂草的类型 发现地点和日期 接着写下自己的观察心得 还可以画出脑海里想象的画面 例如这幅图片中小草的生长形状向周围蔓延 属于随形类 小草不是联想到一头大象 细心地画出大象的轮廓之后 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给卡片做一些装饰 比如用各种花纹的胶带和贴纸 给卡片增加趣味性 小朋友也能一起制作这样的卡片 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如果有条件 也可以像小草博士一样 把自己拍摄和收藏的作品做成图册